未来世界,人们纷纷进入虚拟世界,现实中的肥宅在虚拟世界却是大美女 今天先进给大家带来科幻片《虚拟革命》 故事发生在2047年,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由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绝大部分的人类都进入到虚拟世界之中 现实世界反倒成了无人问津的地方 这些活在虚拟世界的人类被称为连接人 男主角纳什是一名游走在虚拟与现实之间的混合人 妻子海伦娜在一次网络攻击中丧生 从那之后,她就成了一名私家侦探 希望能找到妻子死亡的真相 这一天她接到了企鹅公司的任务 女boss迪娜告诉她 最近有一个黑客组织不断攻击他们的系统 由于玩家大脑直接与系统相连 已经有148名玩家在攻击中丧生 迪娜希望那时去找出黑客组织 还给了她一个黑客所在的地址 那时依照迪娜给她的地址赶到现场 在那里碰到光头墙 光头墙站立很强 几招就放到了纳什 出事不利的纳什来到技术宅小舅子这里 希望小舅子能帮她黑镜警方监控系统 找到今天被洗地点的监控 没几天小舅子就成功帮她弄到了监控录像 纳什带着监控录像来到企鹅公司 很快他们就锁定了光头墙 并给了纳什一个新地址 纳什来到光头墙住所 那里有一个肥宅黑客已经接入到虚拟世界 就在她打算封门的时候 光头墙冒了出来 纳什一枪送光头墙领了盒饭 接着又一枪结果了肥宅 由于是猝死 所以肥宅在虚拟世界的ID短时间内仍然有效 纳什趁着这个机会进入了肥宅的ID 她来到虚拟世界 发现肥宅在虚拟世界的形象居然是一个大美女 接着她和同伴赶往黑客组织总部 半路上遇到一个火力猛烈的智障boss 纳什绕到boss背后 送boss领了盒饭 之后她来到组织总部 但是没等获得更多消息 纳什就被识破了 组织首领派人赶往肥宅家中 纳什奔想下线 却发现信号被特殊装置阻断 无法下线 首领以为自己胜券在握 开始和纳什谈起了哲学 她认为虚拟世界是政府和企业的陷阱 目的就是更好的控制民众 所以黑客组织的目标就是摧毁这种虚拟世界 就在首领嘴顿的时候 纳什却引爆了身旁士兵的首雷 成功下线 这时黑客组织派出的人马也到了肥宅家 纳什几枪接过了黑客 之后纳什又来到小舅子家中 让他帮忙查询之前待过的那个虚拟世界 正聊着的时候 国际刑警找上了门 原来小舅子到去监控事局的时候被刑警发现 而这些监控恰好和黑客组织有重要关系 小舅子好一顿忽悠 总算将刑警打发了过去 纳什回到家中 发现黑客组织居然找上了门 组织首领在现实中是个靓女 纳什询问首领为什么要用病毒杀死器采伦娜 首领却开始甩锅 说病毒最初的来源其实是企鹅公司 企鹅公司为了解决这些不听话的黑客 于是发明了能杀人的计算机病毒 但是没想到这项技术最后却被黑客们掌握 于是黑客们开始利用这项技术反制企鹅公司 而海伦娜跟黑客组织是同一战线的 所以最后才被企鹅公司清除 听完首领的一番嘴顿后 纳什决定反水帮助黑客组织 组织首领的话让纳什受了很大的刺激 他来到小舅子这里买醉 询问小舅子国际刑警那边是否有啥新动向 小舅子告诉他 刑警内部似乎有黑客组织的间谍 这会儿他们应该在市政厅 纳什迅速赶往现场 刚到那里就被刑警控制 警队老大戳戳了纳什的种种不法行为 还和他提出一个交易 他们可以不追究纳什的违法行为 但纳什需要成为他们在企鹅公司的双面间谍 话还没说完 黑客组织就杀了过来 刑警队全被送去领了合法 解决完警队后 黑客首领告诉纳什 他们已经找到摧毁虚拟世界的方法 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病毒 只要将这种病毒带去企鹅公司总部 让病毒在公司系统内部复制传播 就能摧毁整个虚拟世界 而纳什就是那个能将病毒带去企鹅公司总部的人 现在摆在纳什面前的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是摧毁系统让人们从虚拟世界退出 还是让人们继续生活在虚拟世界 纳什带着这个烦恼接入了虚拟世界 他询问虚拟世界的女友该如何定义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算是爱情吗 女友却回答说 为什么要定义这种关系呢 爱情只是过去世界的讲法 现在的他们生活在一种崭新的关系中 他很开心 这就够了 那时回到现实世界将病毒带进了企鹅公司总部 黑客们开始摧毁虚拟世界 但就在这时 虚拟世界的玩家却发现了黑客组织的行动 玩家中的高手定位了黑客组织的地点 然后一大群玩家自发组织起来 疯狂的涌向了黑客组织所在的地点 一票黑客全被送去领了盒饭 黑客首领恐怕临死也没能明白 虚拟世界从来不是什么统治阶级的阴谋 而是玩家们自己的需求 影片最后那时回到企鹅公司 他和迪娜谈到了杀死海伦娜的病毒 但是迪娜却说公司从未攻击海伦娜 实际上海伦娜当时正在为企鹅公司效力 是黑客组织杀死了他 此时的那时已经不知道他该相信谁的话 他回到虚拟世界 成了那里的永久居民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要是喜欢星星的解说就点赞 关注一下吧